隐形成龙昨天凭着十二生肖拿下了金马奖最佳动作设计奖 但是之前的同一部作品接受美联社访问的时候却闹出了失言风波 其实他到亚洲大学访问的时候也谈到了之前说到的天灾论 但是面对媒体这一回发言却相对的很保守 就有人的去完全多好 为什么没有大灾难的时候大家那么找试做呢 找是非呢 我是不是有大灾难才好呢 他们讲成龙喜欢大灾难